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搜搜搜 这个频道专门搜索并简单分析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信托 我将会简单的分享关于Sign Darby Berhad 圣纳美的业务 基本面、股息和技术面分析 在1910年,英籍商人Villian Sain和Henry Darby 创办了Sain Darby & Company 在当时,这是一家在橡胶行业中拥有利润丰厚的新兴企业 后来多元化种植种鱼油和可可 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然后在1977年被马来西亚的投资者收购 2007年在马来西亚主板上市 Sain Darby股票代码4197 上市后业务不断扩大以及更加多元化 2017年将Sain Darby Property和Plantation分拆成两家独立上市的公司 Sain Darby Berhad自己则保留了主要的业务如工业、汽车、物流和医疗保健等等 汽车的营收来自分销、零售、售后服务、出租和组装 工业的营收来自设备和售后服务 简单来说,汽车和工业都是拿代理权然后做分销和零售 售后服务就是提供维修保养和售卖零件 进口商会在国外的车厂引进汽车 然后经营3S或4S dealership 基本上4S店也就是Sell、Service、Speback、Body & Pen Service 有些品牌甚至在本地组装 保时捷也宣布一些车款会让Sain Darby在马来西亚组装 马来西亚的宝马大多数款式都在Sain Darby旗下组装厂Innocom组装 Sain Darby间接持有Innocom56%的股份 Innocom从事乘用房车、MPV、SUV和轻型商用车的组装 Hyundai、Sain Darby、Masta CX-5和CX-8 还有Mini Countryman都是出自Innocom的组装厂 Sain Darby汽车业务在9个市场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 这些市场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澳洲、新西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经营着超过30个汽车品牌 当中有些还是高级奢华的跑车 值得一提的是 Sain Darby是全球最大的劳斯莱斯代理商 同时也是BMW全球最大的代理商之一 汽车业务贡献最多营业额的市场是中国 占了43% 其次是新加坡占了16% 然后是马来西亚占了15% 接着是澳洲和新西兰各占8% 香港和澳门一共是6% 最后是泰国3%和台湾1% 很多品牌都有超过10年的经营权 随着电动车的趋势 Sain Darby已制定好方针 来加强电动车充电器的基础建设 以及与更多的电车品牌合作 工业方面的业务主要是提供工业设备和售后服务 给建筑行业、采矿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简单来说就是销售和出租重型机械和发动机 并提供产品资源和工业解决方案 Sain Darby只有众多的工业代理品牌 在亚洲18个地区拥有大量业务 当中有很多是知名的工业品牌 包括全球第二大的Caterpillar经销商代理 Caterpillar是美国Fortune100强公司 也是道琼斯工商平均指数的30家公司之一 Caterpillar通过全球经销商网络 为客户设计、开发、制造、营销和销售 机械、发动机、金融产品和保险 Caterpillar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采矿、柴油、天然气引擎和工业设备制造商 主要的产品包括农业、建筑及采矿的工程机械 和柴油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及燃气涡轮发动机 随着能源转型和区域发展 电动车的电池需要更多镍和锂 当然还有液晶酶的需求逐年上升 液晶酶也就是用来制造钢铁的原料 钢铁的需求就不用说了 各行各业都需要用到 所以采矿的需求具有弹性 Caterpillar的第三大业务就是医疗保健 这个医疗保健业务是LAMC和 Caterpillar 5050合资联营的 LAMC Health Care是一家在澳洲土生土长 并且上市的跨国集团 全球有532间医疗设施横跨10个国家 Caterpillar的联营业务主要在马来西亚和印尼 一共有7间医院都坐落在市中心 为高级或普通私人还有大众患者提供广泛的医疗保健服务 还有三个对营业额贡献不大的业务 其中一个是拥有60%股份的Signavi Lockturn保险经纪公司 另外两个是即将出售的非核心业务 Signavi将会持续扩充现有的核心业务和投资并购有关联的业务 就是加码汽车和工业和探索进入印度和印尼市场的机会 近年来也不断的出售非核心业务来保持专注 Signavi Berhad有88%的营业额来自国外 中国包含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占了43% 大洋洲包含了澳洲、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索罗门全岛 一共占了32% 东南亚如新加坡、印尼和泰国占了13% 马来西亚本地则占了12% 2021年全年营业额为444亿 汽车的营业额占了全体的63.47% 工业则占了35.97% 医院和其他业务只占了0.1% 2021年全年净利润为21亿 比前年增长了7亿7千万 这主要是把Tesco马来西亚的业务卖给了Lotus 还有汽车业务在中国市场的贡献 以2021年12月31日最新的季报来看 对比2020年是减少了7亿的营业额 汽车和工业的业务都在下滑 汽车方面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缺少汽车晶片 导致车厂能停顿 无法供应给市场 工业方面是因为大洋区和中国的工业活动下滑 塞达比普哈现有净现金为18亿9500万 借贷为22亿1600万 借贷最多的地区是澳洲 新西兰和中国 美国将会升息 到时他国的货币就会贬值 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同样的钱 但是购买能力已经下降 代理商就会以更高的价钱进货 然后转嫁给消费者 接下来的车会更贵 再加上银行借贷利息会增加 所以拥车成本会提高 销量下跌是肯定的 随着美国华尔街 趁着乌俄战争 向全世界收割金融韭菜 掠夺股份 看似制裁俄罗斯 其实背后也是顺便打击欧盟和中国 不管是实体战争 或是金融战争 都不会这么快结束 所以保留现金 让子弹飞吧 可以看到2018年后的股息是逐年增加 2017年之前 产业和种植业都还是一体的 扣除了Special Dividend 猜测2022全年的股息会是毛二 以现在的股价2块2毛7来计算毛二的股息 股息率为5.2% 基本上30大股东全都是基金持有 政府的基金还是占了大多数的股份 以日限度的看法 这支票还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可以看到65均线开始有向上弯的迹象 只要不跌破2块2毛半就有机会线上 周线图来到关键的主力位置 就看后续能否突破青色300均线和趋势线的压力 谢谢大家 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影片制作并不容易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YouTube里按下like、subscribe、comment和share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 大家拜拜